结束川金会让美国当局松了一口气 朝鲜核武以及飞弹的发展成熟度高 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 也成为川普政府上台后 首要处理的一大要务 从去年彼此口不折言的针锋相对 到这几个月情势急转直下 韩国总统文在寅扮演了关键角色 甚至当川普一度扬言取消川金会后 文在寅不放弃的两边奔走 让川金会起死回生 文在寅除了效法前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 也协助朝鲜返回国际社会 企图以双方不吃亏的谈判模式建立双赢的和平稳定 一旦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美国的经济势力必定不会缺席 韩国的技术与资本加上朝鲜的大量劳动力 朝鲜半岛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指日可待 东北亚情势暂时稳定之后 接下来面对东海台海以及南海等安全议题 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当局的扩张意图 在处理上 川普应该也会因为这次经验 更加的有自信以及实力 这股风向也将吹往亚太其他地区 并决定美国的下一步 新闻世事报记者段友如整理报道